日本南部宫崎縣下午發生7.1級地震 強烈的震感傳到鄰近日南市的同時 也在周邊海灘掀起高達50厘米的海浪 日本氣象廳事後對當地頒布海嘯警報 並警告有可能會爆發1米高的海嘯 對當地構成嚴重破壞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召開記者會時透露 當局雖然還沒有接惑核電站發生異常的投報 不過已經著手調查是否出現 核電站受損或傷亡事故 除了宮崎縣地震發生後 當局也對多個縣和主要港口頒布海嘯警告 並呼籲居住在沿海 不盼甚至是河岸附近的民眾 立刻撤離到高處以策安全